马来西亚有一位16岁的慈少武汉良诊断出罹患血癌 他勇敢面对自己生病的事实而且不放弃对生命的热爱 他的同学和老师也在卡片上写下了心中的话要祝福他 写下心中的话要送给同学武汉良 应该要和大家同坐在教室学习的他 却在开课前被诊断出罹患急性血癌 就此请假养病 学校师生召集大家的祝福替他加油打气 每一行文字每一只纸贺有着无限的祝福 要把最好的最想说的送给他 感受到很 就是很多我们持高的温暖 希望他可以回来和我们一起打散 上一线这样子帮帮他跳 希望卡丁和我们等他 一起上课 最棒了 这一份平安由志工转手送到汉良手中 这些熟悉的面孔让他的心感觉很温暖 虽然有些迟少是没有看过 也就是真的很感谢 一个人就是在力气最壮就是这种时候 所以偏偏这种时候他就遇到这种病了 所以也是相当难接受的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健健康康 过后就是可以再回到学校继续他的学业 对我们来讲已经是足够了 爱的拥抱充满无限的感谢 志工问汉良恢复健康后最想做什么 我要回去赛跑 回去赛跑 还有吗 可以就是 还有要回去做 我喜欢做运动 打篮球赛跑这些 天性乐观的他对生命不会放弃 因为有一股力量在背后支持着 大家加油 国产的力量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导